我每天做梦都想跟你合一手 理解这是干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孙宝贵 我现在拍的是群通话 所有人都能听到 刚才我们俩的聊天 所以所有人 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 老子 崔经理 快去哪里 来 崔经理 你干什么 崔经理 别拍 不许拍 快去哪里 崔经理 别想看得清风楚楚 你别 你干 来来来 你别拦着我 别拦着我 老婆 今天你把这个事 你搞明白 你误会 听我解释 你误会 一晚上十几户电话 你干我啥呢你啊 你真真的 老婆 我的许许 起来 谁是孙小如啊 谁是孙小如 叫我回家说 给我站出来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起来 不是 咱们回家说 我求你 谁是孙小如啊 回家说好不好 许老婆 你听我解释 老婆 你就是孙小如啊 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 你怎么打人呢你 他打的就是这个狐狸精啊 小小年纪不选好 一天再勾引别人老公啊 你还要 你还要 老婆 你听我解释 我发了消息给他 就是为了拒绝他 但是这个人一直缠着我 他勾引我呀 老婆 你是狗犯人 就是你缠着我 我没缠着脸 你就缠着我 我没缠着你 就缠着我 我没缠着你 老婆 老婆 缠 我有脸 你痛不要脸的 我打死你 我说痛不要脸的 你别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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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那没清不休的 不知道干什么 我穿这儿呢 小如还没来啊 小李啊 你这两天没来上班 出大事了 那个崔经理的老婆 来找孙小如大闹一场 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了她一巴掌 还骂她 骂她勾引崔经理 那小如呢 小姑娘脸皮薄啊 这哭的呀 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了她 跑了 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崔宝慧什么反应 哪有什么反应啊 肯定是说小如勾引她呀 不要脸 真是恶人性搞妆 什么意思啊 崔宝慧之前在女厕所偷拍小如 真的 不会吧 我亲眼看到她 而且她之前也骚扰过我 在我明确拒绝她之后 她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我 浅姐 你还记得吗 其实小红明项目 之前一直是我在跟进的 但突然有一天她说 让你来接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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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长时间 因为我拒绝她了 然后她现在 骚扰小如 她还大半夜 一直给小如打电话 说如果你生长出去 我就给你开除 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 我没有证据 要有的话我早就报警了 但是我现在又不能 眼睁睁睁睁睁睁 她把小如给毁了 是啊 我给小如打个电话 好 对不起 我 我 我去看看她 我原有怕她会出什么事 行行 好 有什么事随时联系啊 好 就了 好 好 好 你在家吗 小如 我是李锦 小如 你在家呀 吓死我了 我怕你做什么傻事 我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我都快报警了 姐 手机 手机机 没听到 小如 你能让我进去吗 我们商量 商量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我帮着你一起解决 你相信我 好吗 阿姨 2003 好像不能晋诺 谢 德圣 他是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 我 我只想辞职 小如 辞职很容易 但是我想让你明白 做的是她不是你 可我现在哪还有脸 才待下去 我就是一个来了 才两个月不到的实习生 对 视频照片都是她拍的 可那些同学 同学会怎么看我呀 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 小如 我已经告诉浅浅 梁曼最晚会是什么样的人了 他们不是不分是非的 你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 那些被谋在鼓里的同学 他们怎么说我 我怎么怎么说我 我怎么说得很难听啊 那我们就彻底揭发她 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 崔宝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让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欺负任何女孩 好吗 你 您能怎么做我姐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这个男朋友 特别爱吃卢丝粉 没事还给我在家煮着吃呢 正好臭味相投了 你放心啊 我这回结婚 新娘的手捧花我一定给你 三个月之内 你要是找不到男朋友我就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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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掉五斤肉 又给你美的 你怎么都涨十斤肉啊 真有意思 想想咱们俩上次吃螺丝粉 你俩是在我辞职之前呢 感觉过去好久的样子 来 月儿 我问你事 你说 之前不是关心过我 崔老慧的事吗 你头要走了 你怎么还跟我提起他呀 你就是随便问一问而已 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 他偷发新来的 实际正小公 आवा 去厕所 然后他聊了 而公司大闹了一程 因为她说的是 对方有个小姑娘供应她 你离职跟她有关系吗 她之前也骚扰过我 被我挡回去了 我觉得她做这个惯犯 你要知道什么得告诉我 我们之前同时聚餐 她上来就摸我大腿 我当时就躲开了 我以为她是喝多了 我就没有追究 谁知道她晚上 大半夜地给我发了我照 她是给我吓唬了 那些照片还留着吗 没有 早晨了 手机我都不用了 就是怕背我这个前男友吃的 真够饿死了 你没反击啊 我请靠过她的 等她说 要是我让别人知道这个事 她就把我跟她的聊天记录 发给老水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辞职了 不是 你怕什么的呀 要是发了 这有意思 刘三人说她又不是你的呀 算了 这事我都翻篇了 我马上结婚了 这事我也不想了 凭什么呀 我厌不下这口气 那时温 她给你发照片的手机 你还留着吗 还在 找出来给我 大家听一下啊 孙小如呢 因为矿工太多 已经被人事给辞退了 还有 之前发生的事都过去了 希望从今往后 各位可以认真工作 不要再聊工作以外的 任何八卦 好 这个死变态 我跟她一个办公室我都觉得恶心 我们就这么放过她 其实我有一个主意 我想问一下啊 为什么宣传部门 道具部门 资料到现在都不给我 已经拖了两个礼拜了 有理解 大家都看了 你怎么说话 你跟谁说话 你以为你两个小众 你以为你把这众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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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不说 要是全力回合我呀 原来你是领导同样啊 很好的 失诚了 我这里困住她的 那我可就不奉陪了 从今天开始 小红梅事那我没关系 我跟你讲啊 这个小红梅 你要是搞砸的话 你就跟孙小如一样的 卷铺盖走人 滚蛋 知不知道啊 好 行 你们这么对我是吧 我现在就去找薛经理 干把她拽的 薛经理 他们现在都不配合我 我怕如果失去了小红梅这个项目 对咱们居院会有很大的损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那你想我怎么办呢 小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 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您能帮帮我吗 能不能帮你 就看您懂不懂事了呀 一姐 下周陪我说当差去呗 我知道有一家特别特别棒的酒店 咱俩一块 薛经理 你别动手动静 我跟我装紧实 我知道的 你对我有意思的 你对多少女下属生活这样的话 是不是之前你让孙小如 派你去出差 替她干什么呀 孙小如她没意思 你别有意思 一姐啊 我每天做梦都想跟你跟你说 来 李主任是干吗 这什么意思啊 孙宝辉 我现在看的是群通话 所有人都能听到刚才我们俩的聊天 所以所有人都是让你收什么东西了 老子 崔经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别拍不许拍 你别 你干净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们你们误会了啊 李锦她射套陷害我 我什么都没做 不信你们圈外那个孙小如 那你别当脸啊你 崔宝辉 我现在不判你了 我今天就要跟易丁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好啊 你们哥哥钓鱼区法是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个诽谤 你之前发给赵元的裸照 和信息二儿的信息 我都转了恢复了 都会作为证据交给公安区 李锦 李锦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好 我给你 孙儿 你给我给你 洗开 洗开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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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我太开心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人渣终于被抓了 真是大快人心 痛快 是啊 易姐 没想到你这么勇敢 在催宝辉办公室的时候 我真有点担心你 不是 你说这话我怕不怕 我也怕啊 但想要有大家自我的货盾 我就不怕了 今天大家都太给力了 我瞬间就觉得好踏实啊 我今天也要谢谢我易景姐 曼景还有钱姐 你们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好啦 晓如啊 你不要谢了 我们都是女孩子嘛 对吧 钱姐 钱姐 你也是女孩子 谁还不是个小姑娘啊 好吧 晓如啊 你最改改善的就是你自己 你能站出来指正随宝会 就已经非常勇敢了 不用谢了 没有 姐 都是因为你鼓励我 才敢这么做的 好啦 好啦 这应该的嘛 我们都是应该的 行了 别谢来谢去的了 不如来点实际的吧 实际的 那今天我请客 姐姐们都不许手软 就挑最贵的 太棒了 坏眼西路 没有 行 走走走不许手软 不许手软 好了 太棒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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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好 小兰